淋淋腰水中强吻,窒息的感觉一阵阵袭来,宫晨熙难受地扭动着身子企图正开那窒息的空间,却感觉有人死死地抱住了他,似乎还有柔软的触感从唇边传来,触感虽然柔软,可气息却是冰冷的,仿若勾魂使者一般,昏迷之中的宫晨熙好不甘心,他怎么甘心被那些人一颗炸药给解决了,死也不甘心。 这种不甘心化作巨大的力量让他墨地睁开了眼睛了,一阵冷一袭来,他呆住了,为什么映入眼眸的不是火光冲天,而是一张帅得不成人的面孔,他们如长风斜飞入病,眼如寒心深邃内脸,挺直的鼻梁和景敏的唇线,勾勒出天地崩于眼前也不变色的沉稳冷峻,浑身散发这浓浓的杀意。 就这样的一个男人,他却是在强吻他,强吻,功臣吸眼色墨地一沉,手脚全开,一拍一蹬,推开了这个莫名的男子。 他身子一沉,猛地呛入极口水,这才彻底惊醒,居然是在水中。 他怎么会在水中呢?来不及多想。 求生的意识迫使他使出吃奶的镜油向岸边,双手双脚使劲怀着水冲向水面,哗啦一声,一蹭水花飞起。 他手脚并用爬上岸,晨曦刚刚爬上岸大口喘吸着呼吸自由空气,就感觉到一股阴风袭来,本能性地往一旁避开。 是一声,手臂传来剧痛,浑身打个机灵,晨曦痛呼起来,转头看向来人,却是一个蒙面人手持长剑英智地盯着他。 恭晨曦,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 晨曦感觉到了对方身上传来的杀意,他咬咬牙,是谁派你来杀我的?云都的人吗?少废话。 哼,都给我送了一颗炸药还让我活下来了,只能说你们的食运真是不好。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抹差异,什么炸药?这你人胡言乱语什么啊?杀他一个若你死用得上炸药吗? 晨曦冷冷地盯着他,你想杀我,明知顾问,生死一念之间。 晨曦虽然浑身湿透,手臂划伤流出的血染红了白色的衣袖,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骇人。 黑衣人明明纯,常见再度刺出。 这次他描向的是晨曦的心脏,晨曦微微闭上眼睛,死了别怨人。 黑衣人环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感觉到身体胸口似乎中了一支银针,然后他整个身体瞬间麻痹轰然倒下。 难以置信地看着龚晨曦,这是谁在暗中出手帮他? 却见龚晨曦擦擦脸上的水珠挣扎着站起来冷漠地瞧着他。 生死一念之间就是我在给你机会,可是你不珍惜。 黑衣人动大眼睛看着他,不敢相信是他动手的。 不可能,赤阳公主根本就没有武功,黑衣人死不瞑目,她为什么会败在了一个弱女子的手中? 哗啦一声,水底再度窜出了一个人。 晨曦看了他一眼,冰冷无情的男人,或他此刻的心情一般无二。 冷酷美男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说道, 公主,想不到你居然身藏不露大火都被你骗过了呢? 公主,这个男人脑袋没有问题吧? 晨曦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,在打量四周的景色。 庭台楼壳,木屋不对,这不是他待的地方,这是哪里? 忽然,不远处传来各种惊呼。 公主,公主,晨曦揉揉眼睛才注意到如今的天色。 他看到了一地的晚霞,橘红的晚霞披散在那草地上。 好美啊,都不对,这是什么地方,草地,他明明是在一个密室的,而且明明是依早被人带走的,怎么会有晚霞?应该是朝阳啊。 公主,公主,你没事吧? 一群人围了上来。 唉,晨曦有些发忙,又是公主。 这是叫谁呢? 有人扶住了他的手,刚好他觉得头晕。 谢谢,晨曦下意识地道谢,不料对方却忽地松开手有些颤抖的声音惊呼道,奴婢该死,奴婢该死,公主饶命。 啊,晨曦头疼地抬眼看过去,乖乖,眼前的这个女孩是哪里来试啊? 为什么穿着古代的服装? 还有,他为什么跪自己? 而地上跪着的那穿着古怪的姑娘还是不停地磕头,嘴里一直嚷着,奴婢该死。 请公主饶命。 晨曦用力地拍拍自己的脑袋。 这是梦吗? 这个时候一道温和的男生传了过来。 公主,你受伤了。 她的声音很好听,有一种让人安定的能力。 晨曦举目似望,她这回是彻底地呆了。 眼前的十几个人都是穿着古代服装的。 而且,发饰都是清一色的复古。 怎么回事? 这些都是梦。 公主受伤了,不如回房休息如何。 温和的男人再次开口了。 温润如玉的美男啊。 晨曦脑海里忽然飘出了一个声音。 不要相信他们,不要相信,不然你会被害死的。 什么?害死? 晨曦心中顿时打个寒颤,她定下神来看了一圈。 发现这个陌生的院子里站着几个容貌不一却各有特色的美男,还有清绿的丫鬟打扮的少女。 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一样。 好奇,畏惧,惊讶,幸灾乐祸,还有躲闪。 这是梦还是现实。 无名指尖忽然传来隐隐的痛楚。 晨曦惊讶地看了一眼,发现自己的无名指居然变得暗红了。 心中一震,这是中毒。 公主,刺客来袭。 萧冰保护不力,请公主责罚。 冰冷的声音犹如地狱之鬼。 晨曦回头看到那双冰冷的毛子,就是她。 刚刚在水里差点闷死她的人这会却主动请罪。 什么意思?她是什么人? 身边那个温润如玉的美男看了冷美男一眼。 目光瞥见地上的尸体再度开口了。 公主,四公子虽然保护不力让你受伤了。 不过看在刺客已经被杀的份上,请公主让她公抵罪。 公,这刺客是她自己解决的。 她哪有功劳啊? 晨曦忍不住翻白眼。 这群人很怪,冷美男刚刚明明就是想害死她的。 在水中稳住她却不赶紧地上岸,分明别有居心。 可是,眼下她还没有搞清楚状况,先忍忍吧。 平息一下心中的愤怒和疑惑,她尽量让自己用平淡的语气说道, 你们都出去吧。 我想一个人待一下,把门关上。 公主,指尖传来的痛楚越发的强烈,使得晨曦的声音也冷冽起来。 冷蒙一扫众人,马上出去。 还有,把这个人拖下去。 一声怒响,所有人都离开了。 护卫拖着刺客下去。 那个冷冰冰的男子一个字也没有多说,冷着脸离去了。 最后离开的是那温和的男子。 他顺手关上了院门。 晨曦立即冲到那个水池边,把手放到水池里。 无名指尖立时流出了一些黑血,染红了小水池。 水池里原本欢乐游着的小鱼忽然僵硬了身子漂浮在水面上了。 死了,晨曦的身体顿时被一股寒意笼罩。 真的有人要害他,还是剧毒? 谁? 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的,为什么要害他?